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男朋友在大学时相恋 之后他就出国读研 开始聚少离多 后来我们约定 等他毕业后回国 我们就回老家结婚 如今他毕业已经三年了 我们的婚事一直在拖 他也迟迟不肯回国 我该怎么办呢 有时候爱情经得起等待 有的时候爱情走着走着就散了 所以你的感情何去何从 我觉得你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 不如该分手的时候就分了吧